第11題 11、12題是個題組 題目說下圖描述物體初速度 每秒25公尺向東運動 假設向東為正 是回答11跟12題 其中11題是問我說加速度跟時間的關係圖何則正確 我們看到他給了這個VT圖是一條斜直線 VT圖的直線就代表所謂的 加速度 割線是平均切線是順時 那麼直線越斜就代表加速度越大 如果從頭到尾只有一條直線 就表示做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我們就知道他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因此他畫出來的線 在不論任何時間加速都一樣 所以應該是平的 所以不會是斜的方向 所以我們選項B跟選項珠 都是錯的 另外一個我們看到了 圖書上所顯示的速度是越來越小 前面所提過了 加速度跟速度如果同方向 速度會越來越大 加速度跟速度如果反方向 速度會越來越小 那麼這一題他說 一開始向東運動 以東為正 而他的速度越來越小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所以 速度是為正值 加速度就是要為負值 所以我們要選一個加速度為負值的 而且是有等加速度運動的 所以我們圖形上看出來 我們應該選擇的是C 因為C做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而且加速度是一個負值 符合這前面圖形上給的VT圖所顯示的結果 所以呢我們答案選C